他就急滾 那如果說你幫我的照相片 就連一個人 那他就是看 你是不是看到他那一塊 就說你不要把他積極一點 對 然後所以他的現場就會把他的 因為他這個下半身的尺寸比較差 所以就會把譚詩的照書掛來 你氣條進到後面 是 那有一陣子他就開始生氣不足 開始往前跑了 這個部分還要把他拉回來 但那個時候他就問一問 是 當然聽了這個東西說我這麼多 你當然不可以自己講 比如說去抓什麼腰棒 這可能是錯誤的 你還是要尋求這個中醫師 可能精確的一個把慢診斷之後 來做這個中醫的 這樣子一個調理方式的會比較 但是為什麼我跟大家分析 可能跟你的血液還有中醫的觀念 來治療保育症 因為如果是保育婦女的話 想要圓圍一個自己的孩子 那我現在發生的時候 非常非常的辛苦 不是一般 比如說你可以正常生命的這個女孩子 你可以想像的 接下來就要去教的是 在成居文物科 其實在20年前 你就是想要一個自己的孩子 你試過很多很多的方法 打破海卵之後 你還跟我分享說 哇那時候打破海卵 打到哇兩隻手都超級 聽起來真的很辛苦 那個過程 可以幫我們再簡單這個分享一下 其實剛剛我提到就是說 下午不但是說要經歷那些過程 因為我自己是屬於沒有 是過沒有發芽 所以基本上我還沒有月經做指標 所以我曾經在很長的時間 我每天早上起來要聊基礎體溫 那那個基礎體溫是早上起來 不能咳嗽 不能下床 不能去洗手間 不能亂動 也就是要輕輕的拿一個那個溫度計 來測量這些基礎體溫 所以那些基礎體溫已經測過來 我才知道到底我的排卵期 或是整個分布的這個情形 那麼醫師比較多的參考 說我開始要再打聽見 打聽打聽打聽 所以像我們這種先進去自公發育 也許後來是他還幫他先進去自公的 然後之後是行藥 可是我想要講 比如說這麼多年來 將近20年來 是誰來阻擋過人 這個組織單位就是說這個衛生所 但是他的幫兇每一種 卻是健康的理性 我在這邊還是要說 他再點一次台灣女人連線 助理金資協會 兒童福利 我們全部都是幫兇 那我曾經在就是說 也有行的時間當中 經過六七位的署長 考公論在二十年前 過去二十年政府是違法違憲 因為他沒有立法 卻禁止人制作這件事情 在卸款這邊是不容許的 所以以前我年輕的時候也有我犯法 然後都還很偷偷摸摸的 後來我講話又有當初 因為我沒有犯法 是他們違法 他們違法了我的這個權利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有人如果我說到底誰害了我 我曾經跟陳建的主管講過這三句話 後來我讓他請他出場一個公平會的 就是我跟他說是官員欺負百姓 健康能欺負活命的人 有子宮的人欺負沒有子宮的人 那因為他是基督徒 有人告訴我說其實他是很保守的 可是也有教授很聰明的告訴我說 你可以說陳建的書 我說聖母瑪利亞就洗了蛋液 那當然我曾經把我的書 就是我病友的書 跟我自己的招禮寫一本書 然後我寄給他 然後我還在書上寫 因為當時是為了上司在任務上 他去接任那個首帳 那當然他那個保守的他們 他們又是把這個法案就剝回 然後我還曾經告訴他 我說我知道因為你的能力跟專業 我請問你機會跟慈悲 能夠整從人權力跟你的這個定位 所以後來他就半年了公平會在2014 而且公平會結束的時候 他說半年內要把這個法案促成 那麼其中這八年來 就是誰繼續延長 所以衛生署國劍局要負最大的責任 歷屆的國劍局局長 然後衛生署組長 他有這個臺灣女人聯繫報告 是一個強力的規格 大家都用這樣 八萬人要辦法一直在促進人 他就一直用工具說工具說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那麼不好意思 子宮除了當身牌的工具還能做什麼 他本來就是工具 那我要強調的是說 帶你一個高度志願的一個學術者 如果你能夠變一個女人去幫你懷孕嗎 不可能 他如果高度意願的話 他怎麼會這個工具呢 那我按照你的觀念就是 那麼多人他在身牌被剝針 搞不好做健康的女性看起來是他才是工具 那他學外的高天低天 他更沒有道理 因為事實上不能做生命福運 就是貧窮貴賓不分等級 大家都有這個機會 他實際上來找我的電友當中 有很多大概三分之一都找到了他的代理 尤其他的姐妹好朋友 都能夠幫忙 但是的確還有可能三分之二 他們的確沒有辦法 所以十多年來我到今天為止 幾乎每天都還會接到一通電話 告訴我說我可以幫他找醫師 或幫他找代理 那個越來越多是男士來找我 所以我其實很感動 就說男生開始把他帶來問你 他女兒的問題 當作他的問題才能來找我 是 剛剛陳竹恩這樣的行程 我相信趙竹恩是最能幹的 所以因為感覺自己的過程 都打得亂真 這些方法有什麼進步對不對 對 我覺得其實我還好 就是我沒有這樣一直壓力 因為對我來講 你這樣覺得說 有小孩跟沒小孩都一樣的 是因為我自己想要 但是我覺得我們其實都會很多 尤其現在球體的女性說一些話 真的是非常深入 像我們做這種比較自由的行業 而且人家上他也就上班 他可能12點他突然要請個假 然後去醫院打個針 然後又要打排卵 可能會讓你身體不舒服 可能你中間還有一個破卵針 那個時間其實是一般人很難掌握的 再加上說新錢的費用其實花很多錢 我認識很多的老師很可憐 就是一年成了很成了十幾萬 還假暑假坐一次沒有了夢碎 第二年再繼續 還繼續 還在這裡 因為很多不利的婦女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家庭的壓力 工作 我就說啊你看人家都有 為什麼你沒有 所以我覺得出在生理跟心理的壓力 真的都很大 是 因為我看到國內這個代理不舒服 我其實沒有辦法通過 我現在大家就說 那有錢人啊 不知道美國去有沒有 你不知道啊 東南亞就找代理不舒服 但是你知道嗎 其實銀花的大錢 可能還會被我生出豬頭 我確實想給你 好像很快 歡迎回到新聞大集的節目現場 在國內大約有4000億的 婦女有代理不舒服 比較多的需求 我就像剛剛講的 如果你的財力學後 你可以選擇到美國區 如果你的財力喔 口袋沒有這麼深 你可能就可以選擇到 東南亞區 為什麼 這價錢就是不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來問你整理一下 在美國基本行情喔 600萬台幣起票 這個看到這個數字 我相信不在場很多人 都嚇一跳 天啊 因為你所有人是一個小孩 如果你財力脫手後的話 真的也不要接到美國去 但是來看到這大陸 有最平 最平還是偏遠地區 只許15萬台幣 就可以找到一個代理 但是開始 這背後的攻擊也是滿大的 另外還有在印度 30萬台幣 也可以找到一個代理運活 但是比較特殊的是在 俄羅斯的部分 就在請教室財力學 再跟你說在俄羅斯部分 有貓生男貓生女 還有雙胞胎 其實這個價碼是不一樣對不對 對 各國它是不一樣的 正經 但是在今天乃50萬 一顆到強烈是200萬 然後是乃450萬 就是在畫面看到的 那如果有包裝的話 才是6百萬 不過我們說 我們說以美國為 為第一兩盒 我們說一分錢一分厚 那美國的600萬 它整個過程都有企業 都有歷史在上面 所以不管是婚姻證 委託者或者是代理者 他都做到很完整的保證 對 因為在美國代理育膜 還要經過這個 精神科醫師的診斷 對不對 對 Discordity頻道 曾經做了一個代理育膜 他就看上什麼評鑑 他精神科醫師是評鑑 那他就舉兩個例子 有一個是清潛要去爭 然後有一個是輸入IC要去爭 那這個要錢的 他去連去兩家都會打回票 喔 這樣就可以判斷的出來 所以我們將來如果台灣代理育膜 通過的話 無水來鑑定水是適合代理育膜 這個國家一定要介入 因為一般的私人診所 是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一定要由一切中心 體制一個健康團隊 或者的話 代理育膜的開始 就是一場飛機的開始 因為代理育膜之後 那麼多的變速 那麼多懷疑者 比如說減太好了 代理是誰要簽同一切 是 無印證人還是需要代理育膜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複雜 但是一雙 如果說二樓師這個價碼 這可能都是有些情況 比如說印度35萬 那這個很低 但是你會不會刺激一個愛心寶寶 或者美育寶寶 這東西好大 對 但是我們看到在大陸 大家會覺得很驚訝 這麼便宜 怎麼可能15萬 當然就是有一些風險存在 吳醫師你就有聽過 很多這個病患跟反應 可能到大陸去找代理育膜 這個風險是蠻大的對不對 不過這個15萬現在應該是 人民幣了 應該不是太有利了 因為而且就偏遠的 現在整個它會水準增加 這個15萬大概應該在做很年輕 那現在大概都是100萬以上 但是問題是有糾紛 就像剛開始說 沒有合約也沒有條文 什麼都沒有限制 你伸出來了 假如說武器感的 比如說特殊 那你算誰的 對不對 然後還有就是中間流產的這個部分 那錢就有這個 那還有一次 他看準的女士肥羊 他就生出來就不給你 差生的啊 是他的啊 就是拿小孩來威脅你 套出更多的錢 沒錯 而且我記得說他有 他們可能有一個這樣的一個情法 在做不給不了解 只是從他們在講的時候 我聽到說 那可能是注意他們那個代理運舞 就是還會衝打什麼東西這樣 那這樣子整個你就會發現 這個小孩子 這不限可 願意在他的肚子裡面 這個是很不安全的 哇 真的 所以其實看到為什麼美國這麼做 就像剛講 他有一套非常嚴謹的一個制度 而且在這幾個 我們看到代理運舞 是合法的一個國家 當然這個糾紛就會比較少 但是接下來的指標是 就是陳主任如果說 要在台灣找這個代理運舞 那也有可能 但是肌肉真的是非常 就有的病友都沒有討論 或是比較比較簡訊的資訊 然後有些人通過他願意當代理運舞 大家可以想念嗎 其實我的名單那邊 願意當代理運舞的真需求 是相當的 就是說事實上 尤其這麼多年來 願意當代理運舞 就是大家慢慢瞭解 不會像以前就是被多聽話 然後被失不捨聽話 那這些代理運舞 有一些是單親媽媽 也就是他姐姐會不會 大家離婚 或是他失去配偶 那他只有一個孩子 那他覺得他過去很健康 他懷著孩子過著你 因為當代理運舞都是很適合的 他就是說 一定要懷過一個人的影片 那他就 他覺得說我 大家兩個女性互助 他有困難 我幫忙他 那我的身體是OK的 所以我可以來做 那也有少數是夫妻 那他都放過的時候 他身體也都是同意的 就剛剛我就所提到說 其實有三分之一的 以上他們都是已經 要被人的 代理運舞他們做一件事情 但是我要談就是說 有關有強不強 我必須再重申一次 其實反對我的那些女性們 他們曾經帶齊女性 訂定了一個兩性工作評論法 那個法律就是說 如果一個太太在家裡帶小孩 作家是老公是要給薪水的 他這個大家都沒意見 也覺得是正確的 但是我要請問 你為你最愛的人 跟你製造的孩子服務 你上姐要薪水 那為什麼一個女性為我懷孕 我不能給他錢 我不能給他仇報 那這個就是階級的其實 難道老公給她的錢 就比較高級 高上嗎 那為什麼我們要感謝一個女性 為我懷孕 辛苦了 我就不能理握她 而要所謂的無償無償 這個部分我其實有很大的意見 那整個社會情侶 我儒不擔心跟社會情侶做比較 容許我再這樣鼓勵 就是說 大家如果覺得有償 是一個罪過的話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禁止的是婚姻 婚姻充滿了商業情侶 好 很多媽媽如果說 那個男生沒有工作 沒有好的工作 沒有好的未來 這邊女兒都不嫁 就談到不行 所以我常常講說 商業情侶做做在婚姻 我們不要關注在這個待遇 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兩鄉其略 而且有說之敬的 有姐妹說真的 像我的婆婆當初說要幫忙說 她也沒有跟我談下去 但是我要感恩她是我自己存錢 這個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 就是有一種利她 大家互相幫忙教練的感觸在 其實就像蔡醫師講的 在現在世界上 所有的現金國家都有這個待遇生殖法 但是偏偏在台灣 這個方案實時有辦法保護 現在結果就來看看 在各國這樣的一個待遇生殖法 目前是否有這個台灣的 學習或是檢查 就想想 快點 歡迎回到新聞大會集的節目現場 對於可不可以借付身子 各國的規範是個舞台一樣 我們來看到法律迷魂性 三個國家 德國法國新加坡 但是迷魂性 允許開放的 有在澳洲、香港、荷蘭、 以色列、印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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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教誌 請教誌 請教誌 請教誌看一下 這一個說法 德國法國 只剩下的只有唯一 唯三 唯三的世界上 在一起 而其他國家 都是允許開放的狀態 那我真的沒有清楚 過去我們最終背負了 其實是犯法 那後來我慢慢解 我們根本沒有無法可犯 在民主國家是 政府沒有立法去禁止 我們做的事 我們是做的無法 反正我們沒有犯法 所以為什麼說 我把事情定位成 我不是合法化推動 我是禁止的 所以每一個 我們台灣 應該是人業的地方 附近會沒有民國 但是就是 因為我們是個憲法國家 民主國家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實是 統一的國家是太多 那這所謂的民主禁止 他沒立法去禁止 那除此以為 是等沒有民主禁止 等回憲法 等回憲法 像美國的很多次 有憲法國家民主禁止 在一起 那我跟國雅 現在都在做 我國的這就是困難 但是這個法案 其實在 一和九分之間 將國雅說一張 這推出去 然後就請人家 人家人家人家 大家都一轉過去 大家又一轉回來 所以基本上 到現在 我們認為是 我認為台灣 應該放在庭人 那 是 我們基本上是 大概可以做 我在那邊 我跟大家趕快去做 想辦法找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沒有辦任何法 我們不能夠再等 衛生主禁止法 再等家庭 台灣已經全世界到 你 像你的國家已經幾乎很多 而且你的 青春年年年 一到一千年 我們不能再等 我們不用再等到問題 是衛生主對不起我 我們沒有幹任何法 是 那三醫師來看 如果說真的 我看到這個 待遇宣禁止法 台灣要開放 哪一些國家 他們現在開放的 這個資訊 是台灣可以來參考 其實政府有一次 衛生署 因為我們有 待遇用的需求 所以有一次衛生署 他們請求了 兩病人 兩個醫師 兩個官員 跟兩個社工醫師 到我們家 都去考察 幾個待遇中心 來告訴我們 說一下 假如你面臨這種病毒 這樣的需求的話 你可以介紹去拿幾家 因為這幾家 他們看過是OK的 又保安保障 所以如果說 一定要五年間的話 我覺得美國加州 又幾個月 都已經不明 歷史都已經三十多年 他在於四川 都已經有些人 像CSP都這一家 那如果說政府有利去 去考察 大概美國是比較建議的 但是像以色列 因為他們戰爭都平好 所以缺人 他們不要說在你也可以 他們是很熱 是這大派 然後就不用錢 就鼓勵生育這樣 你知道保安保障 你到現在中 幾次都可以 不用錢 因為他們離去的 那所以你會發現 大一國學 他幾乎是離去的 那像現在保安保障 他就完全進去準備 是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 照片的部分 你認為這個大一國八年 當然修為 就是你也曾經目的過 要有這樣的很多大一國 大一國 所以我把一個圓圓圓圓圓的孩子 這樣的一個媽媽 這樣子的角色 最後就要靠領養 來領養一個孩子 你覺得是對於這樣的一個正經 如果要推動 我們最後的建議 其實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不是說我們病人 來進領養孩子 還是希望家裡頭有孩子 可以再進領養小孩 那是兩間之間 那我反而言說 像我現在才有軟 那我 那剛剛 今天講說 我建議 我建議就是 積極的 把這個軟養 好一點的存起來 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的媽媽現在 可以去面臨一個 快要即將以後 未來分離 五三幾四十歲的話 我還是建議大家 趕快就是積極的再做出 當然我覺得 政府應該要趕快的面對 因為 很多事情是可以等待的 但是 女人的青春 如果軟就是沒有辦法等待的 你可能到了 五十幾歲 就是女孩子 六十歲才工作 所以她來講 她是人生長中很期待的 對啊 那不是妳的建議嗎 就 就像 比如說 一天訪問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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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說 八次 連八次都吃飯 那兩次是甚麼 新的產品 八次都花生了 生了七歲吧 原來哪有的十個公司 那一次是 三塊一塊 那一塊 四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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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塊 四塊 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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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塊 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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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塊 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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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的 月子該整個 立體 四塊 那一塊 六塊 九塊 五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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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個對阿餞 現在那個人口正正 因為大家都有看到 五塊 高生育育 但她人口真的都一直在想要 但她這裏有精神的 高生氣 它完全沒有滋放到一個妙性 我是覺得這個是最重的感覺 大家剛才真的很重我們 substance 但是你還講的 你一直都是不是找我 而且我們一下都不是含錢 都是別費的 是啊 中國家綜合其實你不能幫忙大家 他說我為什麼要希望 如果那些同一個瘋狂 即將長官員狼他們 他們感動 連累健康帶領 你們自己的愛你最高的 他們只是希望 可憂慮 這些執意的孩子這樣的心聲 不不被埋著 我們希望那個願望這樣的權利 也不是任何人可以剝奪的 好 今天非常謝謝四位來到節目 當中也感謝您收看 下個星期請施鎖定新聞檔這一集 我們再看一看 謝謝